行政院昨天正式向立法院提出了国会无法的复议案 结果引起国民党反弹 国民党表示团结一致不会让复议通过 不过傅昆琦向行政院长喊话说 如果这个复议失败要不要辞职负责 卓榮泰在今天回应了宪法当中没有辞职的选项 可是提醒傅昆琦你可以提出不信任案 行政院长也可以解散国会 行政院长卓榮泰上任后第三次到立法院被询 但前一天对国会无法正式提出复议案 让国民党党团总招傅昆琦不满 喊话卓榮泰复议失败要不要辞职负起政治责任 行政院长没有辞职的选项 不过我倒是要提醒傅昆琦委员 您有第三款的选项 卓榮泰颁出宪法征修条文说没有辞职选项 还暗指傅昆琦可以提出不信任案 同时行政院长可以解散国会 至于复议案想通过 民进党还需要六位国民党或民众党委员 倒戈投票 民进党趁机喊话蓝白怕被罢免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虽然过去二零一四年曾经有国民党立委 陈学胜不支持自家行政院长江仪话题的复议案先例 加上国民党立委目前罢免声浪大 面对民意的咆哮 篮尾们不免警惕 但民进党要一次拉动六位委员跑票难度颇高 民众党则是对复议不以为然 国民党强调坚守团进团出原则 也会讨论决议跑票如何陈处 行政院快速提复议 被国民党认为是向立法院正式开战 权力分立相互制衡的行政立法权 这回针锋相对 记者张成俊绿拉台北报道